这个男人贼没鼠眼 端着个盒子在银行张望 你猜他要干嘛 这动作一看就是个憨贼 憨贼名叫桑尼 是位越战老兵 一起抢劫的还有其他两个同伙 有个同伙不太靠谱 刚举枪就吓得差点尿裤子 桑尼一下慌了神 也不能让他这么尿啊 于是只好赶走了这个坑货 另一个同伙名叫沙尔 有点神经质 桑尼和他迅速控制局势 毁掉录音和监视设备 接着让经理打开金库 经理害怕背锅 让手下职员开门 职员打开保险柜 结果 桑尼懵了 冒这么大险过来抢银行 结果只有1000块 不带这么玩的 金库里没钱 桑尼只好来到柜台 抢劫刚存的现钞 有记号的钱不能要 不然会被抓到 抢完柜台 桑尼又找出存款登记簿 将其烧毁 一切搞定后 桑尼和沙尔打算撤离 然而燃烧的浓烟 引起对面职员注意 桑尼逼着经理把他打发走 接着将银行女职员 关进牢房 门还没关上 女领班就说他尿急 桑尼是个有底线的劫匪 不能眼睁睁 看人尿裤子 于是只好放行 两人来到厕所 没想到里头还藏了个人 这下可把桑尼惹急了 统统给爷憋着 尿裤子就尿裤子 就在这时 经理接到一桩电话 说是要找桑尼 桑尼瞬间懵了 势头看来不太妙 他接过听筒 接着看到了对接的警察 这就是阿尔帕西诺主演的 经典影片 狗日的午后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 很深刻 也很讽刺 原来是之前来过的职员 报了警 所以警方才会找来 桑尼坐在地上 十分沮丧 大家都是打工人 他原本不想为难银行职员 可是现在被困 只能将他们当作人质 很快电话再次响起 这次打来的是职员亲属 桑尼很有人情味 让职员接听了电话 银行保安患有哮喘 连番刺激下来 救病复发 恰好警长打来电话 要求桑尼送出一名人质 桑尼一合计 决定将保安送出 屋外的警察看到保安 将他当成了劫匪 女领班拼命解释 这才让他免于受伤 警长趁机脱掉自己衣服 和桑尼展开了面对面谈判 警长说 现在投降 还能以抢劫罪处理 不会指控他绑架罪 桑尼根本不信 还拿前不久的亚提卡事件 讽刺警方对犯人的不义行为 周围的吃瓜群众听到亚提卡 也开始跟着起哄 突然之间 罪犯好像变成了英雄 桑尼满意的结束谈判 打算回屋 警长抓住女领班 想要将她救下 谁知女领班却主动要求 要和同事共患难 两人回到屋内 记者那边打来电话 采访桑尼为何不找份工作 而是跑来抢劫 桑尼听了很生气 她也想有份工作 然而现在的工作岗位 不是要求太高 就是薪水赶人 她有孩子 有老婆 光靠那点可怜的工资 根本养不活家人 还没等她说完 记者那边就挂断了电话 同伙沙尔对局面有些绝望 桑尼给她打气 只要人质在手 他们就有希望 桑尼再次走出屋外 和警长谈判 刚出门 就收到群众的掌声 一位职员亲属突然冲上来 将她揍趴在地 警方赶忙上前 拉开了亲属 桑尼向警长提出要求 给他们安排一辆直升机 还有把她老婆叫来 等待期间 警方派出人马 发现警方行动后 一枪打碎了玻璃 警方被枪声惊动 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两方人马已经对峙了半天 桑尼担心银行职员挨饿 于是让警方送点吃的过来 很快 外卖小哥就送来了披萨 桑尼拿出刚抢的钱 付给了小哥 吃瓜群众看到后更加兴奋 桑尼趁机撒了波币 又赚了一波人气 外卖小哥也是十分激动 因为送披萨 自己也火了一回 警察在屋外紧张兮兮 银行里面却是另一种景象 一天相处下来 职员和桑尼已经站在了同一阵线 一群人有说有笑 桑尼甚至还教起职员如何持枪 没多久 警长就打来电话 他们请来了桑尼老婆 桑尼走出大门一看 来的竟然是一个男人 原来警方最先找到了桑尼老婆 但是因为两人关系不好 老婆不愿过来 于是警方只好换个对象 找来了桑尼情人 桑尼情人一直在住院 刚到现场就有些虚拖 他告诉警方 桑尼抢劫可能是想筹钱 给他做变性手术 情人的到来引起媒体关注 很快电视上就开始播报 一对同志绑架了银行职员 想要逃去国外 沙尔被新闻整得有点懵 桑尼是同志 可他并不是 这个新闻一出 以后可就不太好做人了 警方有意拖延时间 不仅没有直升机过来 还切断了银行的电源 此时天色已晚 桑尼再次出屋和警方谈判 一位FBI赶来了现场 他告诉桑尼 直升机无法过来 警方已经安排了大巴 半小时后将他们送去机场 说完之后 FBI还要求亲自进去银行 看看人质是否安全 桑尼带着FBI 进银行逛了一圈 沙尔趁机 让他给媒体带信 这里只有一位同志 而不是两位 确认过后 桑尼送FBI出门 FBI趁机策反 想让他出卖沙尔 结果却被无情嘲讽 送走FBI后 屋内又出现新状况 经理憋了一天 糖尿病发作了 桑尼见此情景 又跑到屋外 叫来了医生 医生诊断之后 建议带经理去医院治疗 桑尼同意了 然而经理却不愿离开 主动留了下来 情人也打来了电话 桑尼问他 愿不愿意跟他走 情人说不愿意 桑尼知道警察在监听 于是独自揽下罪责 让情人洗脱了共谋嫌疑 出发之前 桑尼还让领班 替他写下遗书 他有一笔保险金 其中有2700块 送给情人 当作变性手术的费用 另外还有5000块 留给老婆养家糊口 除此之外 他是越战老兵 有权利要求免费下葬 遗书写完后 警方安排的大巴赶了过来 桑尼认出 安排的司机是个条子 于是让另一位探人 负责开车 谈妥之后 桑尼便带着一群职员 围着他来到了车上 桑尼很讲规矩 按照谈好的条件 放走了一名人质 警车护卫着大巴 很快就来到了机场 桑尼和沙尔看到飞机 十分兴奋 他们的计划就要成功了 桑尼依照约定 再次释放了一名人质 人质送给沙尔一条挂坠 让他第一次坐飞机 不要太紧张 就在此时 探员的手却伸向了暗格 就这样 沙尔被警方击毙 桑尼则被警方抓住 坐了20年大牢 有一种心理症状 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是指被害者 对罪犯产生共情 甚至帮助犯罪者的 一种情节 影片中的银行职员 就是典型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至于其背后的原因 则有着多方面因素 从影片中来看 当时的社会环境 似乎难辞其咎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 漂亮国的另一面 漂亮国 可能并不那么漂亮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